增加其他新欄位 你就按右鍵 這邊有一個叫設計檢視 點兩下就把資料開起來 那現在資料呢 總共的比數 其實各位也可以看到 在這邊有了 總共有幾個記錄 83筆 那現在在第一筆資料 大概是這樣 OK那我們第一個 就是把資料庫先建 建好之後的話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 其實在 如果你要查詢的話 這邊有個叫建立 建立裡面呢 其實除了說我們建立 資料表之外的話 常用的 也有用什麼 用那個 查詢的功能 那這個查詢功能我想因為我們課程沒有太多時間講這個啦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SS你最需要學習的第一個 如何建立資料表 所以你可以自己再去 找相關書籍 你就看到兩個兩個部分就可以一個是資料表 第二個是什麼查詢 大概是兩個 那 表單 跟報表 比較少用 因為 表單的話呢 其實可以ecele VBA 表單就可以取代了 然後呢 報表的部分 ecele 輸出也OK 可以取代 所以基本上呢 如果你要 把 access 拿來跟ecele做結合使用 通常就學 資料表 跟 查詢就可以了 這兩個大概就夠了 OK 當然 那查詢的話比如說 有哪